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就是上了声乐班还有主持人课外辅导班 欢欢说长大了想当一名歌唱家 当主持人也可以 双料子 孩子的想法就是简单 文艺这条路就更难走的 那每年的艺术院校的招生门槛多高 而且毕业之后呢 也只能是个青春范 真正能成名成家的有几个呀 只要他自己喜欢 没指着他成名成家 再说人能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 并且为之付出努力 本身就很难得了 你真的不打算给欢欢报个奥数 我们又不拼汉林报奥数干吗呀 他对平时的学习也是有帮助的呀 你哪怕报一个提高班呢 总这么倒数也不是个事啊 怎么 怎么又成了倒数了 上次考试欢欢她 欢欢 欢欢 你看 聪明的 一次两次考砸了没关系 下回努力就行了嘛 我负责 好 走了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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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谢谢 谢谢 你干什么了 别人家孩子成绩好不好 关你什么事情啊 弄得这么难看 你男初都不高兴了 您怎么那么怕他不高兴呀 他怎么不怕您不高兴 当着那么多人面 训您跟训孩子似的 那有什么关系啊 都是一家人 现在是一家人了 他当时突发中风的时候 是咱们两个把他 从鬼门关拉回来的 那个时候感动得眼泪汪汪的 现在身体好了 想起亲骨肉了 什么都向着那边 病床前怎么没有亲生的呀 好了 什么都往外说 你难说心里有数的 我看他心里就没数 紫悠是不可否认的优秀 但是也不能骄傲 别被你妈洗脑了啊 命啊 咱们 你怎么也想起来 那边 那边 你怎么给你 你怎么找我